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微的股市私房菜 我是微微老师张珍威Vivian 今天是个礼拜五 原本大家希望有个Happy Friday 那但是呢 今天台北股市原本条件具足 可是最后大家中间过得非常的惊险万分 为什么说 很多的情况大家就在关切了 这整个的目标大家锁定的都在AI股 对不对 那到底AI股行或不行啊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今天大盘很惊险啊 守住16600 这中间又有什么没干啊 好 今天这通通一并 要在我们今天礼拜五就跟大家解答 解答是什么 AI股到底还行不行 下周涨不涨啊 微老师直接告诉大家 下周必涨 原因呢 从产业 从技术 从筹码面 我们帮大家追踪 甚至也包括了 记忆本面 好 进到微老师节目平台 不要忘了吧 微微老师头上这大大QR Code 一定要扫起来啊 今年 能不能 在股市获利翻倍 就看各位 有没有扫这个筹 我们上面的大大QR Code了 进入微微股市次方 不要忘记吧 一定要发个贴图啊 你有任何的贴图 微老师才知道 哎 我们已经有新朋友加入进来 否则 我们便把回讯息给你 好 那微老师也找不到你 那我们在这里面 每周我们一定每天好 我们会发的 包括来的新的讯息 以及教学 交战手册 还有这最新的影片 以及我们的口袋持股名单 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你一定要发个贴图在这里面了 那我们今天进到节目平台 不要忘记啊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整个的大盘区市 为什么微微老师 要告诉大家下周AI必涨呢 好 来 你可以看到今天又很失望 觉得今天的这个量 量缩 量缩在近期之内 你说好或不好呢 各位啊 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觉得近期的量缩 未必不好 因为前一个波段 大盘太热 全部的资金全部集中在AI股 所以动辄将近5000亿的量 现在他刷了一波AI整个的 你看咻咻咻 整个撒下来了之后 进入8月一直盘跌 有没有 好 M头都看出来了 大家担心这样撒下去的话 哇 台北 股市 这会不会情况就是一个M头的呈现 但为什么微老师敢跟大家讲 不会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特别是AI股 下周有这个机会呢 因为他再不整理 好 这个情况就很难说了 更何况你有发现这两天因为这市场的信心不足 还有这市场上波动性也会有 那在这里面连两天他都去干嘛 守这个16600 这到底到底有什么样的美港 它的低点都有守住 新台币的贬势也蛮多的 最近近期 今天持继续扁 所以这些部分都是综合在台北股市 你股会还是都要看 通常如果这个新台币持续扁 我觉得台北股市的这个多头的动能也就不够 好 那今天来很可惜哈 我们这台基建继续往下盘叠 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啊 台北股市 我相信礼拜五啊 总是大家心情啊 在今天啊 会稍微特别沉重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要跟大家这个鼓励的哈 原因在于哪里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听过一个儿歌是捕鱼歌 对不对 嘴我已经唱过就不用唱了哈 就白浪滔滔我不怕 现在的AI啊 就在这个大浪滔里面哈 大家会觉得古海浮沉啊 到底情况为什么我可以不怕 因为啊 我们长起堕儿啊 这个堕是什么堕 除了心头爱聊天之外 我们要知道未来的产业前景 还有它的基本面 还有它的技术面 以及筹码面 长稳这些堕 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持续往前滑 那洒网下水是要到AI的家号 当然不是AI 之前魏老师也跟大家特别提过 这些鱼强势骨 很肥很大的鱼 我们现在就要撒网 你未来才能够有机会补掉大鱼 如果大鱼啊 我指的是 甚至有些时候很多人讲啊 很多资深老前辈讲 他也说一年到头 真的也许不到十档的个股 就能够让他的获利非常的大增 我觉得前辈们说的话 一定有他的Mega跟道理 好来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为什么这16600 这个位置 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一直觉得我们大台北股市 的确我相信台北股市 背后其实有控盘者的 因为你想想看 今年非常重 应该是说明年非常重要 是有总统大选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大家都已经发现到 抓一个产业的主流 去年整个的升息的局势 美国的升息局势 台股股跟着这个美股 牵动连动很大 已经跌了一整年 12个月里面有10个月跌 今年好不容易得那个题材 是因为明年总统大选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 而且还有这个美国 也要总统大选 你想想看 这整个的细事局势 多么的重要 更何况第二个部分 AI的这个题材 今年酝酿整个的细事剧组 从破题 今年的1月份就告诉你 所以这个行情是一定会有 在AI太早出台之后 你会发现 从5、6月一直带带带 它也要配合基本面 那你如果产业主流 配合这个基本面 有了AI的题材做头 而且你知道 AI的题材里面非常重要 它都是涉及台湾 非常重要的全职股 而且都是挂着 甚至有好几家 都是全球500大的公司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温老师跟大家讲 你放心 整个的产业主流 它就会扣合在AI 扩展到车电 再更进一步扩展到车电 甚至军工升级之类 所以我只能说 今年它刻意控盘者 在这个情势之下 它不希望你AI过热 全部的资金集中在AI 还有 你它也不希望 你搞得太多的融资散户进来 你这时候不控住 像这个波段 资金在这个8月之前 哇 这个已经资金潮到7月31 7月底 哇 从5月 6月 7月 这三个月不得了 基本上资金已经凝聚到股市这边来 动辄都是多少亿 将近5000亿 4000多亿 34000亿 今天怎么样 今天量下来了 今天的量2900亿 不到3000亿 量缩了 第二件事情 筹码有没有把这个融资给洗出去 等会我们就急挡重量的个股 一一做解释 那么 所以 威威老师也必须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就是 威威老师要跟大家整体来做个评估 既然有控盘者 他背后守住了 好 这16600 威威威脸 来你看 昨天 昨天守最低的低点 16601.17 这是大盘指数 你看哦 没有人做 怎么可能会这么多多好 今天呢 也是守16601.25 纸笔 这个大盘指数可以这样吗 你就背后有没有控盘者 你从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投资人 你就是非常聪明 所以 我相信背后是有个控盘者 那所以威威老师也要用控盘者的新想法 跟操作的逻辑来跟大家讲 那当然 我们很多部分也是基于威威老师整体的一个观察 包括我们在这个媒体之前 我们有个非常敏锐的产业的 明锐度以及因为我访谈的这个加数 每一年我曾经拜访过的 这个上市会的加数每年超过200多家 所以 我只能说这些部分 这个整体 威老师在这方面 我相信我的敏感度 是至少20年的历练 那你看 在这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威老师要跟大家讲 8月8号那一天 我希望大家赶快再做一些调节 而且区间 这段时间AI会有行情 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像前一个波段是 从5月6月 这个7月一直拉上来 它会做一个区间的一个盘整 8月8号 从8月4号 8月7号 8月8号 这三天我让大家过了一个快乐附近节 直接把这获利放进你的口袋 但是接下来难道不买吗 好 我相信区间操作 先赚价差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要简单的是 重复的去做 这样才能够不断累积各位的财富 所以 威老师我们推出了一个实战班 就是让大家直接跟着 好 威老师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从看了这个视频影片 你就会了解这整体的大趋势 从产业面 基本面 好的判别 公司的一个好坏 营收和获利的一个好坏 然后技术面 我们当然是近期 你一定要看 那么还有筹码 其实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 我们退出的是高输递进 好 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进入股市要干嘛 先赚取价差 我们的实战班 好 请大家加入 这个是 老师欢迎大家加入 尤其在这一段时间 你原本以为做这个AI 随便买随便卖 你就会赚 现在不是这样 好 我只能说 你想要赚这个价差 一点也不差 好 只要跟着威老师 这股市四方态 你看久了 你就会知道 原来中间的每个 是这样解读 会完全影响 你的操作逻辑的 那我还是一再强调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获利方程是 就是高档 你一定要做调节 低档 接着进场 成本低 决定了 你能不能获利 能赚到多少加差 好 这也是为什么 上周 大家在大盘最不看好的时候 威老师带大家 在上个礼拜五 买回伪创 就在礼拜一 当时 你知道上个礼拜五 没有 市场没有任何一个老师 敢这么清楚的 写在我们的封面上 节目的封面上 叫大家买回伪创 来 然后礼拜一 8月7号了 这个礼拜一 好 买回伪创 是不是完全命中 那天伪创 有一根涨停板 但是接下来 他会怎么操作呢 不是完全风平浪静 而是威老师跟大家讲的 他会是一个区间操作 第一件事情 昨天威老师也跟大家讲 他最近在杀融资 清洗那个符合 他不希望这个热度这么的高 他把散户很多都 断头杀出 因为你会发现 这波回的 大概都是在三成上下 因为融资是四成 所以杀融资 是他当务之急 是我们这个背后控盘者的 当务之急 而且还要刷掉很多 上次你不买票的当冲客 尤其是你如果一天 一天就在那边当冲 说实在 他会破坏整体的一个局势 那今天当冲率有没有降 广达有降 今天广达很不错 还有我们仔细看一下 我们等会就来看 为什么今天广达这么的 有撑有手 那大盘大家都知道说 今天为什么广达这么的厉害 然后最主要是融资 融资你看前面都不知 这样是个礼拜 原本融资还敢 跟他升到大概是 6000融资的差额 还6700次上 就接下来开始 你看礼拜一 礼拜二 这个礼拜二 八八节 这样融资还在大增 所以温文老师就把它卖了 那后来你看 礼拜三 开始融资减了 开始融资减了 那礼拜四 也就是昨天8月10号 我们这个融资因为都是隔天才会公布 所以当天是不会知道 所以我们的当冲率也是昨天的数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融资开始下降了 这就是为什么 这段时间 魏老师开始 让大家开始准备 开始也盘中 请大家去买回广达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今天他也很不错了 我觉得基本上 收了一根红K 然后高点来到288 不错的 那即将的情况呢 纳若MSCRNA 那最主要 当冲有没有降 当冲降 降到52% 昨天这些通通都是60几% 我记得昨天63 66 甚至即将还69 将近7成 很离谱 今天一下当冲赶快降 可见魏老师有降温的作用 那你可以看到 最主要是怎样 融资的 这个融资率 也开始有做了一个比较像化的一个减 你看 这个技嘉 因为大家市场上一直希望说 他是不是有纳入MSC 你看这几天 他融资完全很不客气 一直在增加 这个礼拜一 礼拜一的时候 838张 那礼拜二还是持续增加 1314张 1314张 礼拜三继续继续 1339张 你看 到了今天 到了昨天 8月10号 融资终于开始降了 但是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 居然还是这个伪创 太多的投资人 我老师不是跟大家讲 这人三天半夜还一直 这几天大 我看我们的Light里面 绝大部分都在问这三档 那特别是伪创这个部分 也是搭雄欢乐 那当充率 不减 反增 昨天我记得是63 今天66 所以这当充率 不OK 所以你看 今天我们的伪创 又收了一个黑K帮 那还有他的融资 融资还不错 融资开始有减了 礼拜一 礼拜二 都还是增加的 有没有 好 那礼拜三 礼拜四 这个礼拜四 昨天 是8月10号 你看 昨天开始大降 融资降了 一万五千多张 我相信 这对于稳定伪创 我相信还是会有 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今天 大家都已经有讲到 像是广达的部分 广达部分 你看 果然今天早上 大家都发现 凡是跑去 这个要 不论是证交所 或者是券商 要去做法说 也答应了要去 你想想看 他既然要在法说上说 是不是他的内容 一定也有可谈之处 当然有些时候 有些法说 因为他有些固定的定期 有的人法说 说成了法会 这就可惜 但是要拿出了真材实料 这就不一定了 这你看广达 你看 讲的是不是就是最近 威威老师跟大家讲的 威威老师的三部 是不是 福晋节那天 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复习一下 威老师那天在 福晋节有跟大家提到 你们去查一下前几天的影片 就知道 福晋节8月8号的 那威老师有跟大家讲 我父亲 在几年现在就不在了 所以 我永远会记得 我父亲给我的一些期望 所以 我有跟 所有的 我们的投资观众朋友说 威老师 不论做哪一个行业 我都希望 不要让我的父亲丢脸 没面子 那 我希望 也希望说很多的事情 活在当下 掌握当下 该有的获利 不要留遗憾 那这些部分 我有跟 我爸爸 每天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跟我爸爸说 我从媒体转换到 证券分析室这一行 我希望 我到时候 对我的会员朋友 不负众望 不负所托 我每天 我一定会跟大家讲 跟我自己说 跟我自己说 不负众望 不负所托 不留遗憾 好 所以 这些部分 我也送给我们所有 在看 威威股十四房菜的朋友 每一件都是非常珍贵的 那 我们先讲到 广达的不负众望 广达 它是我们国内 500大的公司 在全球 500大公司 不是在台湾 全球出口 中国全球出口 前十大的出口 金额最大的 第一名 是富士康的 郑州厂 第二名 我如果没记错 就是广达的上海厂 所以 广达不负众望 它的Q2 也就是 刚刚今天的法说会 就要公布的 它的Q2 第二名 毛利率 达到 8.51% 哎 你说8.51% 这以前 它的毛利率 多少 它以前 大概都是 3% 4% 毛3到4 这就是为什么 以前广达 高达 就是一二十年 股价都躺在 这几十块的 主要的原因 现在广达 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涨 它的股价也涨了 快十倍了 因为 它的毛利率 提升 何止 两倍 好 它以前如果是3 就不止两倍 两倍多了 真的是不负众望 好 那 它的整体 单季 EPS 也有 2.63元 好 所以这就是广达 AI伺服器 稳定成长 会持续 大家也都知道 回答很重要 很依赖的 就是广达 它的这个 超级电脑 就是找广达 合作出来的 好 那 它的盈余很不错 整个上半年 又有多少 上半年 它的EPS 也有4.3亿元 好 这都是它今天 早上试出 跟它自己 YOY 好 跟它上一季比 都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当然它这是上半年 跟它去年 YOY比 都是相当不错 然后 今年 广达 也获得 它的一个连带案 可见它要扩敞了 好 可见要持续在 AI这上面 它要加足火力了 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广达 好 非常非常 打出这个红K榜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今天一片地迷 到这个 原本开盘还上涨了 大涨 后来一路又消沉的时候 它还扛得住 撑得住 因为大家都说 广达下我法书 那果然 好 它后来宣布 今年 不仅第二季 整个上半年 是不是很漂亮 好 你看 那这几天撑住广达 你可以看到观察点 是什么 是你的 这个 低不破低 比如说我们的8月4号 也一样是上个礼拜五 206 好 那今天 它在昨天8月10号 比较相对低点 是210 所以你看 低不破低 好 那 今天呢 那像今天 今天最高 盘中最高 也来到228 好 我也只能说 7月的营收 也许会让大家觉得 有一点点失望说 是所谓的868.911 它好像就是 营收 不论 也算是 有的很多人觉得 这个营收算是衰退 这个给广达打了一个负分 在昨天 但 说实在 威威老师 已经好几次跟你讲 AI的这个营收获利器材 根本就还没到 你要叫它怎么从哪里长出来 威威老师 已经好几次跟大家报告了 我们在 威威老师在我台大卢编会 好 我这次我们的 这个卢友们 有一位 其中他就是广达的主管 他之前也待在会议党 好 也来到了 现在他来到广达 他讲说 广达订单 为什么股票这样 他的订单 正准备要下 到了年里的时候 情况 就很值得期待了 送给大家 接家 MSCI 季条人民班 公布不是 除了季家 还有这世新KY 齐鸿 抬光点 最后 哎 等等等等 只有季家 删掉了文帽了 所以有文帽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只增加季家 所以季家 今天其实还有得撑啊 不过也是十字线就是了 但是 无论如何 是一个红K了 小小的红K 那你看 底底高啊 N字形的一个方式 我老师跟大家报告啊 这个是N字形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礼拜三 88节帮大家调节 你看 是不是对的 来 8月4号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是288底部在288 来 今天同样是个礼拜五哦 第一 没有破前低 296 好 好 来 那今天 我们技嘉盘中最高 公布这个讯息 今天好像没有 非常的快乐了 那 不论怎么样 我是说股价 虽然找盘有涨 还涨到了308 可是 没有大家想到那么多 然后开始就整个大盘 又在杀了 好 所以他就比较 你从这个8月4号的288 甚至你到今天 盘中最低 也来到了 正好都是296 你看连两天都守296 从前一定有美港的 那当然他收盘 收盘最后收在300块 300.5 但不论怎么样 下周 我相信 有技嘉的朋友 也不会寂寞 那因为下个礼拜 如果整个的美股不要又怎么样 出了一些什么大状况的话 或者没有什么特别 国际的一个大状况 我相信 AI是下个礼拜 在广达的带头之下 因为他公布的数字是在盘后 在广达带动之下 我相信技嘉 广达 甚至包括伟创 伟创上个礼拜 我很精彩 大家记得吗 几乎杀到一度 跌停板 再往上拉 那 几乎拉到快 那个 这个平板的时候 被杀杀杀杀杀 大家还记得那天 刷出了今年最大的量 是34万张 那那天也是一个换手量 那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观察 跟我们的投资朋友 比较担心的 我们就会说 没有错 8月10号 110 那么8月10号 昨天最低 一度也下沙来到109 大家该不该担心呢 来 你看一下今天 今天8月11号 底部 在怎样 就算有破前低 但是也没有再更低了 其实基本上 它已经开始 在8月11号 我们今天的低点 这个伟创的低点 来到了115 所以我觉得 其实情况 大致上是还好呢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用 过度的 去 因为我觉得它这种 几乎现在 广达技嘉伟创 算是都是一整个团 有这个 AI三雄的这个味道 所以我希望说 大家对于这方面的 一个事情 不用在这个方面 太过的焦虑 因为它产业前景 是没有问题的 绝大多数 它不是景气循环股 还有它这个部分 它是未来产业 最重要的龙头跟前景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 在这个地方 操作你要说多复杂 好像也很简单 高调节低进场 那问题什么样 算是高档 什么样叫做低档 各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你个人 你如果一天到晚 忙进门忙出 然后听了消息 听了这位老师的 心中没有一个 你固定的想法 那我觉得 我欢迎大家 赶快来找葳葳老师 因为葳老师知道 什么叫做高档 你就该获利了结 你从这个礼拜 跟上礼拜五 葳老师在整个市场 没有人敢喊 买回伪创情况之下 请大家在礼拜五 买进伪创 然后放在封面上 告诉大家 而礼拜一的时候 完全命中 而且获得了一根 伪创近期难得的掌停板 你就知道说 葳老师是有备而来 我统统准备好了 那低档的时候 该不该进场 也敢勇于 请大家一定要进 我们要做布局 你才能补大鱼呀 你才能不断的累积 经营的家长 简单的事情 不断重复做 就是你累积财富 最重要的方式 机会 是留给所有准备好的人 我们节目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下个礼拜 操作顺利 要对自己很有信心 欢迎大家直播电话进线 欢迎大家加入 魏老师的实战板 拜拜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审慎评估